台南沿水區的舊營 有一間工廠四號下午三點多 發生的柱榕意外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廠房是竄出火蛇 濃濃黑煙只竄天際 行銷後報到現場趕緊是拉水線 涉水灌舊 出不了解 這間工廠是從事濾型製造 由於現場堆製大量的塑膠 液染物質等原料 因此火是快速的延燒 行銷目前已經開兩條的水線 要阻止火勢的蔓延 好在這起火警 目前是沒有傳出有人員受困 至於詳細起火的原因 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